看完这条影片 你也能成为最强司机 首先你要知道 诺维司机的主要进攻手段 是金姬独立的外线投篮 和切入后的篮筐冲击 当我们想用它作为主力得分手时 一定要学会观察防守球员 进而调整打法 首先是 当我们面对移动速度不快的球员时 只需要利用好 无球状态下的启动对抗技能 向队友要求之后 紧接着金姬后哑 就能完成一次够快速的连招出手 并且随着干扰区的缩小 对手很难干扰到诺维司机的投篮 而如果是面对移动速度较快 但力量难以抗衡的防守球员 我们则可以使用牛仔被打起手 然后瞄准对方后退的时机 释放牛仔爆怪 也能稳定得分 不过大部分情况下 对手往往会选择防守能力较强的球员 来单防诺维司机 例如杨尼斯 詹姆斯这种技能对抗 速度也不慢 这个时候 要在跟他们对抗的瞬间 释放后哑 大家看看这个对抗过程 可以发现 面对这些力量强的球员 诺维司机是顶不动的 但是 如果可以抓住防守球员 与我们对抗的一瞬间 我们直接后哑 这个时候 防守球员 是来不及上前进行干扰 或者盖火锅的哦 好了 以上就是诺维司机的小技巧教学 各位接球手 要是有什么独门秘籍 一定要在留言区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